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温哥华天空新闻 今天是10月27日星期五 我是伊萨 特鲁多终于让步 宣布燃油税停收三年 10月26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经历数月来的压力后 宣布对自由党标志性碳定价计划进行全面改革 联邦政府将农村的气候行动补贴金提高一倍 并在所有实行联邦燃油税的司法管辖区中 暂停增收暖气燃油税三年 1.农村地区居民退款翻倍 从2024年4月开始 气候行动奖金将在农村地区提供更高的补贴 从10%增加到20% 2.暂停对供暖燃料征税 对使用燃料油供暖的家庭和小企业 暖气燃油税费将在14天后暂停 适用于所有对燃料征税的联邦司法管辖区 包括安省、曼省、大省和二省 自由党估计这一措施预计将持续到 2027年3月31日 平均可为每个家庭节省250加元 然而特鲁多承认随着这一突破 政府收入将略有下降 因此退税支票也会稍微减少 在宣布这一消息时 特鲁多也表示政府并不会放弃对抗气候变化的努力 并强调对碳排放征税 仍然是降低排放的最佳途径 新民主党对特鲁多的决定表示欢迎 认为早就应该这么做 好让饱受生活压力之苦的加拿大人得到一点缓解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最新通知将取消公正认证 2023年3月8日 中国加入取消外国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 将在今年11月7日对中国生效 而加拿大生效的时间为2024年1月11日 中国驻加使馆在本周三发布最新通知 在公约正式生效之前 中加两国文书往来仍然保持现有做法 使馆也将继续受理有关公文书的领事认证 海牙认证的目的主要是消除多重法律认证的需求 让文书更容易在不同的缔约国之间使用 具有海牙认证的文件将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 被认为是合法的 无需在外国再次进行法律认证或公证 中国加入海牙公约 未来国际文件认证流程步骤将更加简洁 甚至有人猜测 以后是不是会取消传统的双认证 不管之后结果如何 一旦公约正式生效 无论是留学还是移民 办理申请的速度将会大大提升 费用也会降低 就像现在 公约针对中国和加拿大都尚未生效 中国文件需要在加拿大使馆 就需要做双认证 办理周期20到45个工作日 一份文件需要费用1000到2000元人民币 海牙认证公约生效后 中国文件只需完成海牙认证 就可以在其他国家使用 办理周期预计可缩短到10个工作日 新生意经 游艇当房出租 生意火爆 在如今的高利息时代 房租飙升 大温地区一间公寓较租2600加元 只是个平均价位 但如果有人发广告说 劣志文有月租1000加币以下 还是地道的水景房 你会不会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最近有温哥华船主在社交媒体上发广告 愿意将自己停放在劣志文码头的游艇当睡房出租 每月只需850加元 就可以将这个游艇当成自己的家 热搜小艇有两张带垫子的独立床 可容纳一至两个人 船上有简易的厨房 可以开火做饭 船只码头 有洗衣房和淋浴间 停车也是免费的 还有短租的选择 每天95加元 另加30元的清洁费 十分适合想体验水上生活的人 或短期路过的游客 船主还温馨备注 这是你私人的居所 不需要与房东共享空间 对很多人来说 这样的条件的确很有诱惑力 同样在房价上天的多伦多 两位聪明的小伙 也从中看到了商机 他们是多年的好友 一次在租游艇的体验后 让他们爱上了这种水上生活 在水上有新鲜的空气 感觉真的很好 他们说 我们意识到 可以利用这个来做事 就像游艇的RMB&B 后来两人分工 一人负责找船主 一人负责广告运营和找租客 很快 他们手上就积累了大量的船员 他们按照船只的大小和时间来出租 价格从工作日的每小时750加元 到周末最高每小时1000元不等 最低租用的时间为4小时 慢慢的两人的生意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租用游艇的客人各式各样 基本上天气好的季节 从夏季到10月 他们根本不用担心没有生意 零成本加收益颇丰 让他们赚了不少 这样的生意你心动了吗 感谢您收看温哥华天空新闻 我是依萨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